四川宜宾的朋友我们来了 说来也惭愧 最初我们是打算用两年的时间 环游整个中国 结果最后用了两年半 都没能走出云南和贵州 在这两个省份 我们也是来回往返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我们 换句话说 看到这样的风景 这样的山和水 谁能不迷糊 谁又能舍得离开呢 不过也还好 在两年半后的今天 我们还是往前踏出了一步 来到了四川 这是我们新的旅行 新的开始 在这个以前只能在书中 电视里看到的巴蜀之地 我们将会体验到 什么样的美食和文化呢 这真的让人期待 大家好 我是希哥 大家好 今天是不是有点开心 有点兴奋 今天我们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 四川一边 四川一边 我们到了 然后第二个好消息 是我们退税 退了两万两千多块钱 感谢国家 感谢这个那么好的政策 那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得加两个鸡腿 宜宾的朋友一看到这瓶码 应该就知道这是哪里了吧 前面这里是翠平山风景区 我们待会要从那边走过去 去爬山 再去看一下赵一曼纪念馆 我们停车的旁边是这个哪吒欢乐世界 我感觉宜宾这边好像有很多哪吒的元素 不知道有什么典故 两个小哪吒 我们车只是停在西门 所以我们要从这条路步行上去 好像从这边过去有点远了 没事吧 锻炼一下身体 你看上面有个三江一览员 我们就要去那个地方 一边是个宝地 三江在这里交汇 金沙江 闽江 还有下面的长江 这里也是长江的起点 所以是个宝地 我们这次来一定可能要待个一段时间慢慢玩 太久没爬这样的阶梯的 还是有点吃力啊 还有多远 还好啊 走到上面是这样的路 很平坦 我感觉都可以骑个摩托车上来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进来 这座最高海拔503米的翠平山 因为四季长绿而被称之为翠平 这也是宜宾翠平区的名字起源 这里距离宜宾的城区比较近 也被称之为宜宾的城市律废 登顶以后可以看到三江汇聚的奇观 但是进来宜宾的天气不太好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想看的风景 除此以外 翠平山内还有千佛寺 哪吒行宫 赵一曼纪念馆等等游览点 加油 加油 马上到了 景区上面居然还有索道站 这是通往哪里的 我们那边没有的呀 索道看到没有 这是过江的 我们先到这个三江一览楼去看一眼 然后再到底下那个纪念馆去看 一览园 但是好像这个楼不开放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能不能看得到三江 我们看到城区了 看到没有 这边是哪个区 好繁华 好多高楼 但是所有的高楼都在我们底下 看这里是江吗 今天屋太大了 根本看不清楚 这栋楼如果开的话 爬到上面去就可以看清楚了 但是它好像还在 还在施工还是干嘛 我们爬到顶了 但是今天雾太大了 后面根本看不清楚 也不知道三江江会到底在哪个地方 可能还在前面一点点 草率了三江一览园 根本看不到三江 我们还是等到晚一点 去那个河江门那个地方看 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在三江口那里了 看看他们下上的这条锁道就在我们头上 他们人就坐着那个锁道 这上面走来走去的 这也太神了 来宜兵以前一直知道 这个哪吒是风神堡里面的人物 但是来到宜兵以后 这个人物终于具象了 看这里还有一座哪吒行宫 关于哪吒的故事 在我国应该算是家喻户晓 不管是从电视里电影里看来 还是从歌曲里 一些童谣里听来 都应该知道这个风神堡里 调皮又任性的神话人物 没来宜兵以前 哪吒在我们心里只是个传说 来到宜兵以后 才知道他也可以是个具象的人物 根据典籍记载 这位大闹东海的三太子 便是出生于宜兵 最后也葬于宜兵 这座哪吒行宫 给了我们对于这些故事 更多的想象空间 翠平山最应该来的 还是最底下的这个纪念馆 这里是赵英曼烈士的纪念馆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是一位伟大的新时代女性 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烈士 她出生于宜兵的白花镇 原名李坤泰 她新系国家 在二十多岁的年纪 就投身于抗日工作 在我国东北地区 与日寇做斗争 她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形容 许多的将军 领导 都称赞她为金国英雄 在当年 甚至连日本人 都在报纸上这么评价她 红衣白马 驰骋哈东 攻城掠地 红装白马杀倭寇 这是何等的因子 赵英曼也是第一个 发现七山要罪行的人 他对敌寇更是神物痛绝 对于民族兴旺的渴望 更是强烈 日本人是痛恨并且害怕他的 以至于赵英曼被捕后 他被敌人用尽各种刑讯手段折磨 看着眼前这套带血的布衣 真的不敢想象他经历的苦痛 灌辣椒水 老虎凳 电刑 敌人把所有能想到的酷刑 都用在了赵英曼的身上 这是何等的残忍 就连当时参与审讯她的日本人 最后都在忏悔地说道 作为一个人 我愿意下跪 得到赵英曼女士灵魂的宽恕 人人能穿暖 人人能吃饱 国不再受欺 这是赵英曼女士 所期望的中国 而这盛事也如您所愿 这个景区真的很大 也真的是很沸腿 我们相当于是绕了一圈 从那个门进来 如果说真的是要过来玩的话 应该停在这边这个门 锁到这里 坐锁到上来就轻松了 走回去歇一下 然后这两天我们先规划一下 宜宾这边方方面面 做一下攻略 拜拜 拜拜